德国的面积确实不够大 尤其是和美国苏联这样的世界大国相比 德国的国土面积简直不值一提 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 几乎完成单挑美苏英法四大国的奇迹 并消灭欧洲第一陆军强国法国 将欧洲第一海军强国英国阻挡在海峡对岸 将强大的苏联打得奄奄一息 虽未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 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如此短的时间内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确实相当不可思议 而小编认为 德国能够完成这样的成绩 和德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密不可分 一 德国雄厚的积累 德国虽小但基础雄厚 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完成统一 德国工业革命也开始轰轰烈烈地铺开 由于起步较晚 德国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 这使得德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弯道超车 综合国力超过英法等殖民地帝国 成为当时的欧洲第一强国 因为工业化的迅猛推进 德国才能在国土小资源少的情况下 创造出远超他国的大量财富 为德国的强大打下坚实基础 而正因为国力和殖民地数量如此不成正比 德国才向英法等国发起了挑战 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德国最终输掉一战 并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包括失去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东普鲁士成为飞帝 裁掉空军 陆军只能保留十万人 海军只能保留少数舰艇 德国海外殖民地全部被英法等国继承党 残酷的凡尔赛合约 让德国几乎失去了一切 但却给德国留下了仇恨 从此德国上下同仇敌凯 只为报一件之仇 而且虽然德国表面上失去了很多 但最核心的部分 人才得到了大部分保留 十万军队几乎都是军官 洒出去就是一支支军队 再加上德国对退役军人的高福利待遇 使得德国人对参军有空前的热情 这是德国二战前迅速扩军的重要保证 而且虽然德军在一战中伤亡惨重 但熟练技工等人才依然数量庞大 加上美国贷款 德国在一战后的几年十年内 就迅速超过英法 重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 二绥靖政策的助攻 德国在二战前的膨胀除了雄厚的积累 还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推动 正是在希特勒狂热的带动下 大部分德国人被绑上战车 二战一触即发 而在火药味如此浓烈的情况下 英法等本该承担责任的大国 却选择了绥靖政策 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本质上反共产主义 因此英法等国认为自己可以做山关虎斗 在苏德打得难分难解时 作出渔翁之力 于是面对德国决击 他们熟视无睹 面对杰克斯洛伐克等盟友惨遭德国毒手的现实 他们置若网闻 甚至在斯大林主动找上门来 请求携手绞杀纳粹德国使 英法两国还自民得意的艾达布里 直接导致苏联和德国递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为德国横扫西欧解除后顾之忧 此时的美国虽然远在千里之外 并偏袒英国 但相比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死敌 苏联 美国也愿意默许德国的膨胀 更要命的是 此时的国联对德国的膨胀 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使得德国不仅突破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军队扩张到数百万 国土扩张到数十万平方公里 而同时期的英法等国 之所以高举绥靖政策旗帜 就是因为在一战中伤亡过于惨重 国内轻壮年轻师 这使他们不愿 也不能再轻易卷入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中 而苏联虽然完成工业化 综合国力越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但三十年代的大清洗 运动使得苏联大部分优秀只站远 被血洗一空 军队战斗力断崖式下降 这导致苏德战争前期 苏联军队一窥千里 莫斯科命悬一线 当然能够挑战四大国 敬意识认为这最根本的因素 在于德国上下的同头敌凯 正因为一战的惨败 使德国失去了太多 才让德国人认为 自己应该在下一次战争中 全部夺回来 而这种民族情节 在希特勒的引导和利用下 爆发出最恐怖的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空前猛烈的 腥风血雨 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 是轴行国集团老大 凭借强大的实力 德国在欧洲和北非等地兴风作浪 大半个欧洲都被德国占领 连强大的苏联都被打得丢了半壁江山 老牌殖民霸主英国更是被打得爆头鼠窜 凭借英吉利海峡富裕顽抗 如果不是美国出手 德国很可能会赢得二战胜利 即使美国参战 美、苏、英三大强国领首 仍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打赢德国 德国的实力可见一斑 那么二战时的德国有多强大 从总体实力来看 德国的国力仅次于美国 比苏联和英国还要高了一大截 作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欧洲第一经济体 德国的工业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 德国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 实际工业产能并不逊算美国多少 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等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实力都不弱 二战前法国的工业份额占到世界总额的4.3% 但当时法国的工厂开工率只有一半 法国工业产能实际上占到世界总份额的8% 如果加上占世界工业份额总额13.2%的德国 仅仅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产值 就占到世界总份额的21%以上 如果加上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波兰等德国占领区 其工业产能超过世界总份额的30% 与美国不相上下 只是德国人没有完全消化这些产能 没有把工业生产有效地组织起来而已 以机床为例 二战中德国拥有210万台机床 而美国机床数量不过170万 可以看出德国的工业实力并不比美国差 德国缺的不是工业产能 缺的是资源和稳定的生产环境 如果德国拥有和平的环境和美苏英那样的丰富资源 其工业产能未必会比美国差 除强大的工业和雄厚的国力以外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德国发动二次战争的重要依照 二战时的德国完全称得上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如果单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击败德国 二战中德国动员1700万人参战 仅仅一线作战部队就高达900多万 如果加上伪军和普从国军队 德军的总兵力超过2000万 仅仅法国境内就有上百万伪军 而且这2000多万军队大部分都是受过严格训练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兵员 战争素养很高 战斗力很强 二战中有种说法叫 一个德军顶十个苏军四个美军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 但德军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2000多万庞大的军事力量 让大部分国家望而生畏 如果不是美国帮忙 很可能苏联也会被德国占领 在美国没有参战前 德国单挑英国和苏联两大强国 苏英领首竟然仍然打不过德国 被德国打得节节败退 不过是两国抱团取暖 很可能会被德国个个击破 所以当时德国的实力 比英国和苏联的总和还要强一点 和美国不相上下 在军事方面甚至还占有一定优势 实际上在开战初期 仓促应战的美国也同样不是德国人的对手 因为美军长期处于和平中 美国的战争潜力还没有激发出来 不管是军队战斗力还是军队规模 都比不上德国 甚至比不上日本 所以在参战的前两年 被德国和日本搞得狼狈不堪 即使经过了好几年战争洗礼 在阿登战役中战有绝对优势的美军 仍然差点被德国残军反推 苏联打仗靠人铁 美国打仗靠狂轰滥炸 德国打仗靠战术 打仗是个技术活 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主要就看作战的技术 论打仗 不管是美国和苏联都不行 英国和法国也不行 如果不是美苏英三大强国联合围攻德国 德国未必会输掉二战 只是三国加起来国力远远强于德国 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失衡 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德国 二战时 德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强国 起码在军事方面如此 两千多万军队就问你怕不怕 除了德国 有哪个国家能一挑三 如果德国苏联和英国三家领手 哪个国家都扛不住 即使美国也不行 二战爆发时 德国苏联随便拉出一个和英国合作 都能把美国轻松搞定了 如果不是德国和美国远隔大洋 德国一个账面就把美国收拾了 很可能比打波兰还要轻松 不仅是军力 二战时期的德国科技 也如激昂喷噬的发展 设计了不少超级武器 同时一些概念化的设计沿用至今 并发展为后期的常规武器 在当时 德国设计的一些武器 被堪称世界第一 至今无人超越 德国最厉害的部队 当属陆军 当时的德国军队中不仅拥有赫赫有名的 虎式坦克和黑豹坦克 更拥有具有超前思维的一系列战车 而让德国陆军成为全球焦点的武器 则归功于鼠式坦克 鼠式坦克在二战期间 以庞大的车体和极大的重量 为人兴兴乐道 这款在二战期间 德国设计的超重型坦克 重达188吨 是当时世界上最重的坦克 放到现在 依然是世界第一重坦克 鼠式坦克的命运极为悲惨 历史上只生产了两辆样车 并用9辆在生产过程中 德国原计划生产150辆鼠式坦克 可随着德国战事的节节败退 这个项目不得不被紧急叫停 所以 鼠式坦克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便成为了历史 目前 洲际弹道导弹是各国极具毁灭性和打击性的武器 中国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 俄罗斯的S系列弹道导弹 美国的民兵弹道导弹领先全球 然而 在二战期间 德国率先设计出了弹道导弹 就是V-2导弹 1942年 德国设计全世界第一种超声速火箭 1936年开始研制 1944年是日首次向巴黎发射 而且 两天后开始袭击英国 总共发射1300多枚 正是德国的V-2火箭 曾给英国带来巨大灾难 当时又叫飞弹 二战纳粹德国战败时 设计者冯布劳恩 带着图纸和资料 还有600多名科学家投降美军 并在他的引导下 美军找到近100多枚完整的V-2火箭 V-1导弹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 研制的飞航式导弹 是世界上最早出现 并在战争中使用的导弹 用于袭击英国 荷兰和比利时 1944年6月 不甘心失败的德国人 向英国发射了上百枚成熟的V-1导弹 但是 这款导弹的精确性 在这次实战中却差得很 大量导弹未飞到英国本土 就全部坠落 剩下的仅有部分击中目标 其余的基本上都落进了河流和森林里 这次袭击给英国带来的损失 为乎其微 虽然在二战期间 德国空军实力并不优秀 可这并不妨碍德国在航空领域的发展 在当时全球空军均采用传统动力系统时 德国于1935年研制出了新的助推系统 这就是涡轮喷气发动机 在这个新技术的支持下 德国设计全球第一款喷气式战斗机 ME262 燃料的缺乏使得ME262大战中 未能完全发挥其性能优势 德国飞行员驾驶该型战斗机 在二战期间取得击落约509架敌机 自损100架战机 该机采用了诸多革命性设计 对战后战斗机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